大家好,这里是worklive徒步生活 这周是进入到越南新闻学习越南语的第四周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习惯这种学习越南语的方式呢? 我自己感觉在语言的学习上除了单字量的掌握非常重要之外 同时对于语言的理解有时候需要一点想象 如果只是逐字翻译一些单字与片语的话 有时候反而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有时候呢我会用英文来做讲解 有时候会用中文来做说明 就是看哪一种语境我觉得比较符合当下的情况 这个语言刚好是进入到我的期末考周 所以更新的速度会慢一些 不过会持续更新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周我们要来看一则关于越南当地音乐节的新闻 并从中学习其中的文法与越南语的词汇 喜欢从越南新闻学习越南语的朋友 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每周的越南语学习哦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听看越南老师的朗语 Lễ hội âm nhạc Revolution là lễ hội âm nhạc mang đẳng cấp quốc tế hàng đầu tại Việt Nam và khu vực Với sự trở lại lần này, Pepsi Revolution Music Festival 2022 đã diễn ra vào ngày 4 tháng 12 tức là 2 ngày nữa tại Trung tâm Thể thao UBND được ra mắt lần đầu tiên vào năm 2016 đã trải qua 7 mùa lễ hội trong vòng 6 năm đem lại niềm hứng khởi những giây phút thăng hoa cho các bạn trẻ đặc biệt là các Ravel không phải ngẫu nhiên mà Revolution Music Festival có thể chế một vị trí nhất định trong lòng với trẻ Việt giây phút này một phần đến từ sự đầu tư chính tru của đội ngữ ban tổ chức trong từng sân khấu, âm thanh và ánh sáng 好的,总说音乐 đây là đως xảy hạnh phúc đó khiến công an 是继COVID-19大流行以来首逝的大型音乐节日 对于喜爱音乐的年轻人 绝对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的舞台 这次的活动的主旨是在讲述在这段漫长的疫情当下 人类在身体与精神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反思 在生命的旅途中总是会带有一些彷徨与混沌孤独的时候 但往往这都是通往更好时期的过渡期 这也是这次革命音乐节所想要带给大家 学会与自己对话 请您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的终止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组织翻译一下 这里的雷回是指节日 音乐是音乐 Revolution是这个节日音乐加起来 就是音乐节的名字 那这个革命音乐节是什么呢 雷回音乐 mang đẳng cấp国 tế hàng đầu 在Vinanva khu vuh 好 这里的Dankah gotei Dankah是指等级devil的意思 Gotei是国际 那什么是国际等级 那就是国际级了 所以我又问我朋友说 那世界叫做tei yoi 那可不可以叫Dankah tei yoi呢 那当然是可以的 然后这句话的翻译就是世界级了 胖痛就是指理先tap的意思 大译是at atvinanva khu vuh 好 说到这个khu vuh 我们之前在那个仪太院世界里面有提到这个khu vuh是指区域district 但是呢khu vuh其实比较长举例的范围是比较广的 就像英文的region 例如说呢像是khu vuh 东南r就是指southis asia region的意思 就是东南亚地区 这种比较大范围的地区可以比较常用在khu vuh这个词 所以呢我就问我的越南朋友说 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 就是如果是直接翻译就是在越南河区域好奇怪嘛 所以呢他就说如果以这个语境来说的话 他会认为说这是指asia 就是亚洲地区比较大范围的地区 所以这句话的翻译呢就可以说 刚刚说这个革命音乐节是在越南和亚洲地区所举办的国际级的活动 好这句话呢我稍微改了一下一个字 就是原本呢这个新闻是在 还没有发布这个 Revolution音乐节之前 发布的这个新闻稿 所以他用的是 是未来事将要举行 但是呢因为现在已经是12月多了 那所以呢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就改成是答案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voy voy是随着就来 是指回来返回回归 那se就是把动词变名词 前面要加一个se lunna也就是这一次 pepsi是这一次Revolution音乐节的赞助商 所以他冠名冠在前面 举行的是inra 所以这句话意思是随着这次音乐节的回归 在12月4日举行 好这句话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 得看起来非常的短 但是它非常的重要 它有很多意思 但是这里呢是指 放在开头是一个语租词 那它就是吉得 这个词也非常常用 但是呢因为我们之前有说 我把前文原本是谁 将要 所以他这里呢原本的意思是 将要在两天后举办 在哪里举办呢 就是在中等体操 中等就是中心体操 就是运动 所以是运动中心举办 好这句话最主要的几个单字呢 首先是中逢 中逢常常用 就是以内的意思 这句话也非常常用 是经过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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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这个音乐节 这里呢 这里呢还有一个词是 如果用真正的意思上来说的话 也是指秒 是指分 但是呢在翻译字词上面 总是会夹杂着当地的习惯的用法 还有语境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样的语境 这个字合在一起 就是时刻的意思 谈话 就是升华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给 年轻人带来 兴奋 还有升华的时刻 特别是 Rougher 这群人 就是喜爱电子音乐 的这群人 好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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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 不是巧合 仅是指 赢得 某 vị 赢得 一个位置 就是这个音乐节呢 在越南的 年轻人的心中呢 是占据了一定的位置 绝非巧合 是指 吸引力 attractive 就是说 它为什么 会造成 这个 对年轻人 就有吸引力的原因呢 最主要的原因 是来自于 Rougher 就是指 投资 就是 适当 好 因为他现在要 文章结尾了 所以他最后呢 要感谢一下 他的赞助商 所以他说 一部分具有细腻的原因 是来自于 适当的投资 投资什么呢 好这边呢 我们要看到 是 是指委员会 原本的意思 commit 可是呢 这里又可以说是 主办方 那是 是指 light up 就是例如说 你去排队的时候 可以说 但是这里也可以指 是team 所以这里呢 有点像是 主办单位的意思 然后他确认了 就是 每一个步骤 什么样的步骤呢 就是 什么口 是舞台 注意哦 我这个文虽然没有写va 但是老师读的时候呢 会自然加一个va 所以仔细听 这个 就是指声音 就是指灯光 所以要发挥 我们的想象力 千万不要一个字 一个字这样翻译 这样你永远翻不出 这句话的意思 所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 这句话是指说 来自于主办单位 从舞台的音效 到灯光等的投资 记得吗 我们上一句话 有讲到投资 适当的投资 要投资什么 这就是下一句话的内容 好 最后呢 我们再听一下 越南老师的朗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